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栏目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为大家关注到的是跟市场有关的消息 喜欢电影的朋友们可能还记得之前有过这样一部电影叫做大空头 它呢主要讲的是在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华尔街有几位投资天才 在之前也就是二零零七年的时候 美国信贷风暴山雨未来丰满楼 他们提前看穿了整个市场的泡沫假象 因此做空次贷CDS而且大获全胜 那么这样的一部电影可以说是大牌云集 有高斯林扮演的德银代理人 有贝尔扮演的独眼基金的管理人 同时也有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康沃尔资本的霍克特等 但是让影迷想不到的是就在几年之后的今天 类似的情节再次上演 而且现实好像是比电影还要更加的惊心动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说到现在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GameStop 中文名字大概翻译叫做游戏驿战 那我们知道整个华尔街投资者一直在压住现在经济状况不太好的GameStop 可能会失败而且压住失败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一个叫做Reddit的著名论坛的一帮股民用户 却以一种神奇的操作来推高了股价 最开始他们首先是对整个公司的基本面有信心 认为比华尔街质疑想象的要更好 之后随着整个GameStop价值的飙升 他们就开始与华尔街机构进行对赌 最终导致华尔街机构损失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现在有人说这是Reddit的一群韭菜反攻大头的一场史诗之战 在介绍整个故事的情节之前 我们首先看一看市场出现了怎样的史诗级的变动 那我们也知道GameStop的这样的一只股票一度曾经上涨超过百分之一万 最高的时候上涨超过百分之一万四千 而这群Reddit用户搞定了GameStop还不罢休 把类似的一种玩转策略也转移到了其他现在不太景气的几只股票中 比如AMC还有黑媒 而随着他们的风生水起 整个华尔街机构也是较苦不跌 现在损失了几十亿美元 现在甚至是引起了国会以及美国立法各部门的一些监督以及更多的瞩目 那我们刚才提到有关于大空头中的主人公Michael Burry 有趣的是电影和现实似乎出现了神奇的交叉 Michael Burry本身也是GameStop的重要投资者 当然这恐怕是题外话了 那么具体而言这一群Reddit上面的用户到底是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简单来讲其实就是由于华尔街上的大部分人都在压住GameStop的失败 这呢是美股期权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操作 比如你觉得苹果公司的股票会跌 那你可以买入一份看跌期权 比如这个时候你没有实际可卖空的股票 那么你可以从券商那里借一份股票 并且以某个价格把它们卖出去 而在整个股票价格如你所愿进入下跌渠道的时候 你再以更低的价格来买入同一只股票 这样你卖出的价格比你买入的价格要高 从中赚的差价你就可以纳入囊中 所以与一般的投资不同所谓的看低期权买卖是先卖后买 而这样一个过程简单而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平仓 但是这样做是不是就是万无一失金融创新毫无风险呢 当然不是其中有几个重要环节风险不可忽视 首先刚才我们提到你要向券商来借股票 那么券商凭什么把股票借给你呢 首先你是要交保证金的 一般是你买卖总股价的百分之十 第二就是假如你预期错了 股价并不是像你预期的那样出现了下跌 而是继续上涨 而且一直要上涨 那你怎么办呢 首先你向券商借的那些股票到底怎么还 如果股价不断上涨 你越等就亏得越空 所以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空头需要做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回补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short squeeze或者叫做空头逼仓这样的一个意涵 另外如果股票不跌反涨 那么券商看到你亏得越来越惨 也会对你进行怀疑 认为你可能付不起他的钱了 这个时候券商可能回来要求你追加保证金 因此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过程中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因为我们要对赌的是股价下跌 而不是上涨 股价上涨对你来讲是大大的利空 而上涨是没有顶点的可以一直涨下去 所以如果你的判断失误可能会亏得非常惨 而至于大空头失败之前也就有例子 也正好是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左右 当时呢是保时捷来收购了德国的大众汽车 最开始保时捷宣布收购大众百分之四十三的股票的时候 大众的股票出现了上涨 而当保时捷达到初期的收购目标之后 对冲基金经理们就开始觉得大众股票可能会随着保时捷出 保时捷收购操作的完成而出现下跌 因此就进行了很多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种卖空操作 但是当时保时捷突然出奇兵 不但没有收手 反而是宣布提高把大众的收购价值提高到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股权 而这一些卖空者可以说是马上傻眼了 就开始立即买回这一些股份 结果大众汽车的股价在一天之内就被买回操作又低涨超过四倍 可以说让卖空者损失惨重 但是刚当时保时捷最后选择的是一种折中的方案 同意让出百分之五的股票来给卖空者来进行平仓的操作 可以说最后还算是相安无事 因此我们看到所谓的short squeeze 并不是仅仅是理论上存在的一个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有活生生的例子 因此简单来讲这一群reddit上面的散户所对赌的就是空头 这些空头介入了game stop的股票并以高价卖出 他们的赌注就是game stop的价格会继续下跌 并且比他们高价卖出的价格要低不少 如果真的跌破了这个价位 那么他们就可以低价买入 把中间的差价收入囊中 但是在这一群reddit散户的推动下 反倒game stop的股价没有出现下跌 不断上涨 上涨的越厉害放款人就越会逼迫空头来弥补他们的赌注 空头也就必须以新的更高的价格来买入股票来进行平仓操作 而我们知道这样的操作在涉及到巨额资金的时候 有的时候数额是相当可怕的 在上周五当时game stop的股票是一下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一 而整个空头的损失是多少呢 十六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天价数字 但是这里要必须提醒大家 这种疯狂的趋势恐怕不会继续下去 因为推动这种形式的根本原因 还是零售投资的一种普及 这样的一种投资并不是华尔街专业人士的交易买卖股票 像现在非常流行的股票交易应用程序 通常是完全免费的 就吸引了大多数所谓业余投资者来跳入市场 而现在由于整个大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信息传播越来越多 很多的股市消息是分散的 很多的操纵虽然是集体进行操纵的 但是你却看不到视线的迹象 因为相关的讨论是分散在社交媒体的各个细胞之中 而在这样的一种社交媒体再加上零售股票的流行 双方趋势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人来入场购买股票 这也引起了很多市场专业人士的担忧 因为个人投资者的交易往往与很多基本面是脱节的 也会让大家对于整个市场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产生更多的怀疑 特别值得有趣的是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似乎已经不仅仅是赚钱之争了 如果我们现在去光顾我们刚才提到的reddit这样的讨论社区 很多人现在已经是把自己看成是对赌大空头的战斗英雄 他们把这一场有关于GameStop的大斗争看作是他们的Michael Burry的时刻 将自己化身成为大空头这一部电影中的主角 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个战胜市场的英雄 因此这场战斗到今天似乎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实际上的意涵了 但是客观的分析来讲 造成GameStop这样史诗般一幕背后有哪些经济上的原因 值得我们注意呢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疫情 由于整个疫情在美国的扩散 有大批年轻人宅在家中 而之前美国政府又发布了很多次的所谓的补助支票 导致大家的消费生活以及收入模式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过去你需要上班 那么由于疫情你没有办法去上班 在家里去社交媒体去了解一些相关的投资信息 手里拿到现金支票 不知道如何用 这样的年轻人群越来越多 而正如我们刚才所言 一些手机应用推动的股票开户变得越来越容易 因此美股散户在过去的一年中激增超过两千万 很多出产股票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 这一些人不但是股票的爱好者或者是入门的学习者 同时也是电脑游戏的玩家 他们又是社交媒体经常的光顾人群 所以我们看到多种因素聚集在一起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散户投资群体 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GameStop这样一家公司 那么这样的一家公司虽然在美国年轻人中很有名 但是严格来讲还是一只细架股 即使是在现在被炒成这个样子 市值也不过就是四十亿美元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企业市场之下 散户的力量是相当可观的 因此所谓皮肤和大树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数毕竟不是那么大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想对赌的是像苹果亚马逊谷歌这样的万亿股票巨头 那么恐怕靠你一群散户借用社交媒体来整个操纵市场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再要说到大背景就是近年来美股的好态势 那么此前在前总统川普任期内 他也是不断吹嘘自己的股票市场战绩 四年之内一百四十几次创下了股票市场的新高 而在这样股票之高的市场之下 short squeeze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了 之前针对特斯拉这样的争议股票 也曾经出现了short squeeze这样的状况 有很多的空军是不得不高价接货平仓离场 带动整个股票再继续上涨 因此因此就导致了一种市场心态的扭曲 以往如果我们看到一支股价的沽空比出现了上涨 大家可能觉得现在机构不看好 这可能是一个利空因素 我该退场了 但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现了Tesla和Palantir这样的short squeeze之后 现在大家想到的可能是相反 沽空比上涨现在可能更容易出现破空 股价是不是要继续跟着暴涨了 另外这个其后可能还有更复杂的一些因素 就是整个的戏剧性的情节 到底是不是散户一手导演的 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争议 现在有一些投资者就在纷纷猜测 是不是Gameshop背后还有更多的机构投资者也在搅混水呢 比如我们看到根据彭博社所引述Evercore投资组合策略研究主管的话 就说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抛售和波动性飙升 已经不仅仅是去风险了 恐怕是某种系统性风险的体现 是否不仅仅是散户在推动走势投高 而是有更多的华尔街高频交易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加入其中了呢 持这样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如我们看到瑞士信贷的分析师就说 绝对是有机构资金在其中发挥作用 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 现在市场成交量之大 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不在场外观望 而是亲自下水了 很有可能是散户投资者最开始点燃了这一把火 引起了这一场市场的狂热 而机构投资者在大量资金涌入一些股票时 也决定开始买入 因此继续助长了整个火焰的延烧 现在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 而正如在电影大空投之中 每一场史诗背后都有几个英雄 那么这一次GameStop的逆天暴涨背后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位英雄呢 这个英雄看起来没有电影中的主角那么帅气 他呢叫做基斯吉尔叫做Keith Gill 他呢今年只有三十四岁 这一位Gill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身份是YouTube的主播叫做Rawing Kitty 简单来讲叫咆哮的小猫咪 起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 大概在半年前到一年前左右的时候在油管上开始发布视频 当时就宣传自己看好GameStop 而同时这一位油管主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reddit论坛wallstreetbets上面的一位知名用户 他在上面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DFV D就是deep 然后V呢是value 而这个F呢是一个脏字 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因此他的名字叫做DFV 那么不管是他的视频还是他在reddit所发布的贴子都吸引了大多的粉丝 我们看到照片中的这一位基尔似乎呢反戴帽子 看起来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很像是我们看到美国街头的那种年轻人 但其实他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散户叛逆者 是一位专业的金融顾问也是特许金融分析师 还曾经在保险巨头万通互惠来进行工作 但是现在已经不在那里进行工作了 因此我们看到可以说是真人不录像的这样一位金融专业人士 尽管他的整个社交媒体人格是相当浮夸 看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形象 而在之前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他首次在reddit论坛上就发表了一个帖子 名字叫做GMEGME也就是GAMESTOP的代码 然后呢后面是YOLO 所谓的YOLO就是在英文里面你只活一次这样的一个意思 大概是说你要享受生活度过这美好的一天 而当时在帖子中他就表示GAMESTOP因为业务的落后 还有空头机构的打击 现在出现了股价的低迷 但是看好它未来股价会暴涨 因此买入了大量的期权和股票 而GAMESTOP也吸引了很多人跟他一起来家住 到现在他已经赚了四千八百多万 但之前由于整个股价的波动 也曾经有过一天又损失一千多万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况 但是他的粉丝仍然是围在他身边 说只要GAMESTOP我们就在 我们就一起持仓 把这个大空头做空到底 直到把他们逼退为止 但是随着整件事情的发展 似乎是也超出了GAME最初的想象 现在有法律专业人士说 监管机构也开始对这一位基尔提起了更多的注意 可能主要的疑问是他是否涉嫌误导他人传播虚假信息 或者是以虚假信息迫使他人购买股票 那么当然现在基尔到底有没有违反这样的规定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在节目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投资是有风险的 而且要听从专业人士的意见 在节目里面我们所描述的 仅仅是根据公开报道所整理的信息 不代表我们为您提供的投资建议 有关于整个reddit还有GAMESTOP对战大空头 这样的一个事情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而我们在今日华尔街也会不断为您关注科技媒体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信息 为您进行即时的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华尔街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Lizzi 李琪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日华尔街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